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,新竹市政府在香山湿地打造环郊园区,今年7月开始是营运,希望发展成竹市最好的自然教育场域,而是否营运厂商,like吧!一起来点吧! 17公里日前更有热血老板徐毅,美女店长张嘉凤主动发起一日净摊活动,携手店内员工整理香山湿地周边,希望能尽心力守护美好环境。 香山湿地生态丰富,是台湾沿海招朝鲜族群最繁盛的泥潭湿地,因运与大量虾、蟹、罗、被,总吸引大批水鸟蜜石兮兮,也是西伯利亚鸟类迁徙的必经之处,like吧!一起来点吧! 17公里是香山湿地园区市府营运厂商,除了提供轻食、饮品,老板徐毅重视环保,店长张嘉凤的长相则酷似知名演员,跑者欧阳靖,是店内的火招牌。 他说,最喜欢从南辽岩石7公里海岸到香山湿地这片百万海景,希望即一日净摊抛砖引玉,让更多游客一同爱惜环境。 市府产发处长吴贾天表示,市长林志坚上任后积极投入环境暴雨工作,致力打造香山湿地园区、湿地中心、户外教室及赏谢不到将成为最好的自然教育场域, 赏谢不到长250公尺,设计的弧度和弯道是根据螃蟹出摸地点与时间,在不影响生态的前提下,让民众站在步道上就能欣赏丰富多样的螃蟹物种。